欢迎收看老张旅旅行,我是老张 这次我们要走中部海线 造访五个百年木造老车站哦 谭文,大山,新浦,日南,追分 这五个车站在日治时期依照同一份设计蓝图 并且同时在1922年新建完成 是铁道迷口中的海线五宝 老张今天用开车的方式 从北到南一次巡游这五个老车站 谭文车站就在省道台义县旁边 车站与道路间的高低落差颇大 木造站体看起来有些残破啊 建于1922年时站名为谭文湖 1955年改名为谭文 2008年的时候登陆为苗栗限定历史建筑 谭文站目前没有人员驻守 是属于招呼站等级的小站 日治时代开始就是以货运为主 将附近生产的木炭、砖瓦转运到全台 车站老归老过到月台的天桥还是具备的 从月台上往四周看 是一片绿油油的稻田 诶,那个黄色点点是什么? 有惊喜,原来是向日葵花田啊 这一片金黄色的花田开好开满 应该是农民种植当作绿肥用的 而一旁仿佛绿色地毯般的稻田 也是非常的美丽啊 站字灯香颜色跟其他几个字不同 那是因为在2019年 曾经被酒驾货车冲撞 大厅及后车室遭到撞毁 所以看到部分木柱和墙面 这一面是事后修复的 索性侧边这一面还完好如初 虽然是有人驻守的甲种检疫站 但是已经不卖票了 2005年登陆为历史建筑 购票口前的这个木柱栏 是台湾仅存的历史购物 海线这里多半还是用这种比较老旧的车种在营运 刚刚在谈文就看到这几位游客 好像也是来看海线无保的啊 虽然坐火车比较花时间 但比较有火车小旅行的感觉吧 去新浦车站之前先来苗栗著名的日落大道看看 其实这里并没有真正的景观台 纯粹是台湾线串联61快速公路的一条道路 回转之后 黄昏时就可以看到美丽落日了 而现在这个时间点看看海景也不错 跟台东泰马里车站的海景蛮类似的啊 附近还有一个网美拍照点 既然来了就一次搜集完成吧 路虽然小 被车是没有问题的哦 到达定点之后有点怀疑啊 怎么没有网路照片那种新型效果 这时候发现旁边有条小路 没有错 走小路上去 站高一点拍就对啦 下山时有海景陪伴 经过的这座桥也是网美海景拍照点哦 新浦车站是西部干线最靠近海岸的车站 无论是车站内外都可以直接看到海哦 现代化的列车资讯电子看板 后车市展出的新浦车站模型 新旧病程滚搭 让百年老木屋增添了许多生气与活力啊 新浦车站是一种简易站 继续铭靠区间车并配有一名站员 战备 对 站前有個指標 照著方向走真的可以到海邊 老張今天則是選擇到新埔漁港看看 從新埔開過來只要5分鐘 台一線旁的破舊鐵皮屋 招牌已經吞色到看不到字了 店內卻是座無虛席人聲鼎飛 各式的滷味等待饕客品嘗 老張一個人用餐 就不鋪張浪費點滷味了後 牛肉很大塊 軟嫩不塞牙 乍看之下以為是一般的寬白麵 實際吃起來是刀削麵的口感 真的很美味 吃到這種牛肉麵 忍不住碗底朝天 向店家致敬 一進入戰區 映入也連的就是戰前的茂密大樹 戰前廣場也比其他車站來得廣闊 車站旁另有沿著鐵道邊鋪設的客家風情 孟春步道 還看得到維修火車頭喔 回到車站本體 比較特別的是鵝黃七色 讓車站看起來就跟其他五寶不一樣 目前已被列為台中市市定古蹟 通往月台是走地下道 目前屬於一種檢疫站 並有站員一人派駐 追芬車站是海線最南站 戰民追芬的日文是分歧路的意思 因早期縱犯線到追芬之後 開始分開路線 這就是戰民追芬的由來啊 後來因為販售追芬成功紀念車票而聞名 追芬成功的車票現在還買得到喔 老張在此祝福大家 不管追什麼都成功喔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幫我們按讚訂閱喔 老張為旅行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喜歡這支影片 請訂閱 按讚 訂閱 按讚 訂閱 訂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